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路的栏杆上面 走一走没注意到 后来仔细看才发现 有很多路过的人 用两根木棍 做成了各式各样的十字架 直接表达 思念或者是 任何 值得记忆的事情吧 这一种也是又环保 又居意义的一个方式 当然每个符号不一样 只要这个符号代表思念 代表心意 都非常值得记在心里 这也是常见的纪念物 有照片 有鞋子 有水杯 有十字架 其实我有个纪念物 但我不能放在这里 我拿出来看一下 这个符针就是我的纪念物 今天是5月20号 是母亲离开我的七周年 这个符针是 就是妈妈临重的时候 憋她的呼吸管用的 她过时的时候把我打下来 缩在身上 缩在身上 同时每天都呆在身上 我不会把它放在这里 没有 妈我想你 人家说走超市之路都会哭一次 今天我第一次哭 但是 想到妈妈不管在哪里我都会哭的 跟超市之路无怪 不过还是很感谢这条路上 给我的一些体验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妈 从奥斯托加到 拉班纳的卡米诺 这段路 是走在高原地形 勾与勾之间的梁上面 所以是也很不错 海拔也有1200多公尺 但就是有点冷 现在太阳起来了 温度不知道 我们剩回10度以上 然后 阿斯托加出来的时候冷很多 但沿着山路慢慢被拉长 道路就显得比较空旷 走起来 就比较有自我的空间 远方的森林 上次跟一个司机聊天 他说是他们政府引进来 造林要做职僵用的 比较轨度高一点的 种种真夜林 整整齐齐的 很好看 太阳出来了 到山谷的另外一边 碧里牛市山上 好像可以看到积雪 但我们现在这个角度看不到 今天是 充满 深夜跟怀想的一天 继续走 有时候在怀疑 是不是自己真的有那么好运 来的时候正好是 春天末开花的季节 所以到处走到哪里都看到 不管是草原上 或者是路边 都开满了不同的 不管是野花或者什么的 还是 还是 这里一年四季 都会开不一样的花 不知道 想说 碎碎花有幸 月月花不同 西游赏花人 再会不相从 看到现在可以赏着景 就立刻马上了 及时来欣赏 不要等到日后追回 也就来不及了 又是老头的老骚 树林里面有一条黄色的 花开的到处都是 到AirGunso 港斗 AirGunso 有巴士经过 他准备要超越计程车 不是 超越脚踏车 开的很旁边 这边法律规定 要超越脚踏车 要保持1.5公尺以上的横向距离 看看 这个山谷 也不算山谷 是沟边的高地的斜坡 我先走看看 我去帮他休息一下 威电啊什么的 这小村没有啊 我出过很久 这个小村没有 没有 没有拍阿 阿伯格 阿伯格 阿伯格可以盖章吗 蹬蹬 蹬蹬 好啦 我感冥喔 感冥喔 感冥喔 这个小村也没有盖章吗 这个小村也没有盖章吗 没有我们是在前一个村 那我走回去吧 前一个村还有就是 前一个村跟这个村中间 正好有一个 你现在走过去 没关系 没关系 太远了 回去了 他有一个很特殊 无所谓 特殊我也走不过去了 哈哈哈 因为我给你看一下好了 你要走过去我真的可以等你 但不用等我 不用等我 我们就到前面 因为我还要回头 开车回去 在这里 黑哥心心念念的就在这里 对 我跟黑哥就盖了 排队 排队 那他自由捐献 他一个人 你们捐多少 我是投1欧 ok 很好 那他有好这种图案 那你自己选 好没事 好 这边好像回去6.9公里 高原上走路啊 还好 坡度算和缓 前面自行车带尾车 小狗在旁边跑步 辛苦小狗了 好 海拔1200 看中级山啊 这边又比较冷 我有高山的感觉 看到这些 后边的花 就想到和缓山的高山花季 没有那么多了 但是在和缓山 找高山花季 在找花的时候呢 会往往可以在 这些细微处 看到 心仪的花 的种类 会额外的开心啊 这边 花季开的 很奔放啊 很灿烂 现在好像要走到山奥奥里了 山奥比较避风 好啦 今天我们突破行程 有点在前面 快结束了 走到今天终点了 哈 没有喝到咖啡 哈 太美让补一杯 哈 休息了 哈 呀 有哈